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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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歡迎你回到 我的頻道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理人 jed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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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这个包装盒上面没有写 但是我剪的它应该是树味噪味道的 但是它的实际点燃之后是那种非常非常寡淡的味道 就是你几乎闻不出来 对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适合在我觉得是热的时候 你不太想要太浓郁的香味 只需要那么淡淡的一丢丢 然后一个微微的光亮在那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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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它熄灭了 我刚刚就有个预感 它会熄灭 没事 刚好给我一个机会 再重新点一次 我知道了 它有这样的烧才行 它会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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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小ется 你会熄灭 它会熄灭 它是 hasn't been put this in place 在開始之前也想就是很casual的跟你們聊聊天 現在這裡鹿食品實在是太熱太熱 因為我沒有開空調 所以這個就是寒如雨下的一個狀態 現在已經是在 我覺得是最熱的那個時期 然後成都現在也算是一個美雨季節吧 就特別愛下雨 不行了,我得把頭髮炸起來 我覺得這個季節就是採洗的頭 然後一出來你就會覺得很熱很熱 然後你的頭髮又髒了 我感覺我還蠻喜歡這個光線的就是一閃一閃的 會不會很奇怪 好吧 所以呢,介於現在每天日間升溫的天氣 我希望這個視頻 我希望這個視頻 雖然我點了一個蠟燭 但不會為你帶去太多的熱氣 我希望這個視頻可以 cool you down 可以讓你在變熱的天氣裡面 有一絲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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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ever 总而言之呢 就是希望 这个视频可以为你消极一些 夏天闷热的烦恼 和 随着升温的天气 可能会为你带来的一些烦躁 一定要记住 慢慢来 take it easy take it slow ok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 这个部落 这个民族 是我非常期待的 因为我非常羡慕 可以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 虽然我们猜猜说 这个城市里面的天气 但是在那种自然环境非常好的 比如说像 岛上 在那种热和在城市里面的这种热 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城市里面 因为太多高楼了 所以阳光都是被 被建筑切割掉的 然后在这些水泥的建筑里面 折射之后 它有了不同的气味 然后也有了不同的体感 然而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 这一个民族 他们就是生活在岛上 而且拥有着我非常羡慕的肤色 以及一些身体的彩绘 那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场景 OK OK 找到舒服的姿势了吗 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起源 瓦努阿图人是 梅拉尼西亚人的遗址 建立了瓦努阿图共和国 这片位于西南太平洋的岛链 有83个岛组成 过去叫 新河布里迪群岛 在1980年 脱离英国和法国的同志 实现了独立 深海斯皮里兔岛 是瓦努阿图最大的一个岛 它的首都 维拉岗 在中南部的 埃法特岛上 靠谷发现表明 早在公元前 1300年左右 瓦努阿图就已经开始有人定居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来自巴布亚新基内亚的 普通的语言和风俗习惯 瓦努阿图的人口大概有25万 习俗 瓦努阿图人的节情仪式中 往往会有一个交换食物的仪式 比如 传统上 他们会交换鱼头 山腰 咖瓦酒 鸟肉 猪肉 和鸡肉 同时也会有宴会 舞蹈是瓦努阿图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而且在他们的很多存子里 都有叫做 奈萨拉的舞场 塔纳岛上为七三天的托卡街 是瓦努阿图人最重要的节日庆典之一 节日上的活动 最初是为了纪念 部落战争的结束 如今已经演变成 众多 不同分支 部落之间 节目和友谊的象征 这个交换礼物的仪式 参加者 达两千多人 大家会在各个方面 努力照顾别人 包括贵重的礼物 高潮的武器 和华丽的妆容 安布里木岛 则已用树干 调刻成华丽的 母落而闻名 这些大落 往往有机密告 会在典礼中 用来给歌舞伴奏 而更惊人的 还有 罗牧 每年都会在 安布里木岛北部 举行 这是属于 男性的活动 而且具有 高度的 私密性 活动结束以后 人们跳舞传的衣服 和食品 会被立刻销毁 以保证 鬼魂和精怪 不会缠上 跳舞的人 男拔是一种 用树皮 或者 芦豆树叶 做成的 传统的 印尽道 马拉库拉道 上有两个部落 是以 男拔的大小 来命名的 分别叫 大男拔 和小男拔 专代男拔 那是 瓦努阿兔岛 瓦努阿兔 中部岛屿的 特征 在北部的 岛屿上 男人在腰上 战着 长席子 女人 则专用 树叶 编织的 草席 或者 木槿花的 须根 做成的 草裙 这些是 最基础的 服装 而在 不同的 典礼上 瓦努阿兔人 会戴上面具 头巾 和各种各样的食品 卡瓦酒 在瓦努阿兔 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种饮料 是由一种 含有 轻微 迷幻 毒性的 胡椒类植物 作成 纳卡麦 是 聚会之地 同村的男人们 都结束了一天的 劳作之后 会聚集在这里 迎卡瓦酒 有些瓦努阿兔人 会经历成年仪式 其中同场 包括隔离 仪式之后 年轻的男人 会在瓶镜上 戴上一个 变成鞭子装的套子 女人的角色和地位 在瓦努阿兔人的 不同部落州 各有不同 有些地方 男人是管理者 但也有些地方 尤其是 深埃斯匹里 土岛 和埃法特岛的 部分地区 女人的权利更大 在这些部落里 血缘关系 是随着母亲 一方传承的 信仰 很多瓦努阿兔人 仍然信奉传统的 本地宗教 比如 活物崇拜 他们相信 宗教仪式 可以给人们 带来财富 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 约翰弗鲁木运动 Jung-Froom Movement 这些人 仍然保持着 一些传统的 生活习惯 包括 舞蹈仪式 和 和卡瓦球 日常生活 瓦努阿兔 仍然是 浓耕国家 大部分 瓦努阿兔人 都生活在 他们出生的 岛屿上 过着 刺激自足的 小农生活 偶尔 额外 种一些 荆棘族 他们 仍然在意 刀 耕 活种的 方式 耕种 每个季节 都会 清理 并翻烧 一片新的 森林区域 用于种地 在 瓦努阿兔人 日常的 乡村生活中 每一个 重要事项 都有着 习俗可依 包括 婚礼 葬礼 隔离 整年礼 庆祝人生 大事的 礼仪 等等 而且 他们会 确保 法律 和秩序 都是稳定 不变的 如果出现 纷争 他们会用 交换礼物的 方式 和平 解决 应是 瓦努阿兔人 把外来的 食材 引到了 传统的 南太平洋 食物当中 在与 西方世界 有所 接触 之前 他们 主要的 食物 有 山药 鱼头 香蕉 椰子 甘蔗 坚果 青菜 猪肉 鸟肉 和海鲜 和外界 有所接触之后 一些热带错误 木树 大椒 糊树 木瓜 蒙古 胡椒 和一些 文材 和一些文材作物 卷心菜 黄豆 玉米 胡萝卜 南瓜 被引进 也成为了 他们食谱中的一部分 他们的锅菜 叫做 拉普 拉普 这是一种布丁 是由磨碎的快根 弄作物 和大椒 拌上 叶奶 青菜 肉类 用树叶包裹住 摘在传统的地炉中 烘烤几个小时 做成的 它们因为地理环境的地理位置 分散在那么多的岛屿上 所以感觉它们的文化还是蛮多元的 这张照片好漂亮 它们好像是在蛇鸟嘛 这张照片特别好看 就整个的构图 这个画面 这个应该是一个山吧 然后这 它们人在这 小小的 哇 这个好美啊 这个光线 我们所有的主人都站在 这是一个万年老鼠吧 好大呀 这个树 这笔是穿着藏裙的 这边都是女性 和小朋友 哇 这个太爽了 疫情期间 看看这些照片 都觉得太美好了 想回到岛上 它们还用的是这种 很老实的浅水镜 圆圆的 好复古哦 但是它们打猎的这种 就比较原始 所以就是木头 自己做的 就是在一个岛上 那个山上 你看这个岛 这么大 然后这边就是海的 那边是另外一个岛 好漂亮 这个是一个长老吗 本来是他们的一个结石 这个肯定是他们的结石 你看 做的这些 这是个人还是个 是个装饰啊 他们好像很喜欢带这种 项链 就是两个C 这个作者也好像很喜欢他们 给了这么多篇幅照片 给他们这个部落 哇 大家族 感觉他们生活的地方还是蛮 蛮扶扰的 OK 哦 下一期是我们的藏族 期待一下下 OK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喜欢瓦努瓦瓦托人的故事 然后 希望你可以 度过奄奄夏日 好吗 我已经热得不行了 我要 结束这个视频 然后去开空调了 祝你有一个好梦 我们很快再见 晚安 Winter 转发 敬礼 似 heh no 芶 走 滑 ニ